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你女婿文浩绝对不能保释 丫头 妈 来 谢谢陈叔叔 谢谢陈叔叔 吴契 本来也没你什么事 你是被连累的嘛 跟你妈妈回去吧 陈局 那我们走了啊 妈 说 文浩还在里面呢 那又怎么样啊 您能不能让陈叔叔把文浩也保出来啊 你知道他犯的什么罪吗 他容留吸毒人员吸毒 一共吸毒场所 已经触犯了刑罚 我是国家干部 你让我能怎么样 妈 文浩是被冤枉的 要是被冤枉的 更不需要我了 国安检查清楚之后 自然就会放他 妈 你走不走啊 要不然 留下来继续陪他 丢人血淹 你说说你 你找了一个什么东西啊 妈 文浩他是被冤枉的 他要被他那个朋友六子给骗了 他的朋友不骗别人 怎么只骗他呀 还是他自己警惕性不高 他的心可真大 把房子借给别人 连去都不去 任凭人家使 那是咱们家出现租的房子 要是追究起来 你也是有责任的 是是是 妈 您就先帮我把文浩捞出来 捞出来以后再骂他 这也不晚呢 那里面实在是不好的 我求求你了 妈 捞他可以 但我有个条件 您说 他出来以后 你跟他离婚 妈 妈浩一辈子面子了 从来没在任何事情上出问题 因为我女婿 容留吸毒人员被抓进去了 这要传出去 我这脸往哪搁 可是这次文浩没有错呀 我 我不会和他离婚的 那就让他在里边待着 接受检查 干吗去 您不是不帮我吗 那我自己托人 我告诉您 我不会和文浩离婚的 你给我回来 我这是把资料发给你 说你出门连充电器也有 行了 先挂了 放听说那边的核档没有任何问题 只要咱们把资料发过去就可以了 咱们老总确认一下 好 确认一下 好 我们继续开会 老公 我一直打你电话打不通 只好发短信给你 我想和你最后谈一次 就在我们第一次定情的地方 如果天黑之前你还不来的话 那我就坐上最后一班国山车 然后松开安全带 从哪里开始 就从哪里结束 这个月我们的业绩要比同期增长百分之五 这是我们这个月最基本的目标 小文 你负责任根业务 记得要 不好意思 我有事得先出去 不好意思 先出去 老公 老公 你来了 你给我发这样的短信 我能不来吗 你到底要干吗 就是想和你谈谈 行 谈吧 谈吧 你就不能态度好点吗 我对你笑脸相迎 我说你假怀孕有功是吗 你是真的因为我骗了你 还是借题发挥另有原因啊 随你这么想 就一定要离婚 行 咱们两个从结婚到现在 发生多少事 很多事情发生的事无法弥补 好 你下来 你干什么 我不是说了吗 从哪儿开始 从哪儿结束 蒋青瑶 你这样有意思吗 没意思 你拦着我干吗 你非要这样逼我是不是 是你先逼我的 我都求你了 你还一定要跟我离婚 你说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还好 你让我考虑考虑行不行 考虑什么 你总给我点时间考虑考虑吧 不然今天上去的就是我 行吗 那你要多长时间 那你要多长时间 你给我一个礼拜时间 好 妈妈 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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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我 离心 谁啊 是我 出来谈谈好吗 行 就 说地方吧 最近挺嗨的吧 还行吧 就是有种久违了的感觉 什么意思啊 解放了 那恭喜你了 说咱们俩的事吧 早说早了 我好回家睡个回笼觉 这个是律师你的离婚协议 你看看吧 律师都找好了 动作够快的呀 五百万 犯罚你这是狮子大开口 这是赡养费 还有精神和身体的补偿费 咱们俩在一块这么久 我有钱没钱你还不知道啊 你是没钱 但是你们家有钱啊 那是我爸的那不是我的 可山养费就应该你出的 那也不带这么多的呀 你是不是穷疯了 离心 你不觉得你欠我的吗 你要是这个条件呢 那我一定不会答应你 咱们俩就耗着 看谁耗得过什么 媳妇儿 咱们俩就凑合过了 张队还没给你消息呢 那你帮我催掉她吧 那也行 那你把她电话给我 然后我给她打 好 你等一下啊 别打了 打了也没用 好 好 那就这样啊 喂 张队 您好 您好 我是那个王哥的朋友赵亚童 对对对对 您在开会呢 对不起啊 那您开完会以后 您给我打过来行吗 我等着您 你真的要救文豪 他是被冤枉的 我得救他 你答应我的条件 我跟你一块救他 妈您甭管了 我自己托人 你这孩子 你怎么这么倔呀 我救我老公 我怎么倔了 老赵 陈姐姐 你早到了 快快快快 快请坐 上菜吧 好 怎么 还是为了您女婿的事 是啊 陈觉 现在审得怎么样了 这一段时间 我还没顾得上问 我那个女婿啊 就是个糊涂蛋 虽然有时候 喜欢犯点小糊涂 可是你说他容留吸毒者 他真不敢 你让他们好好审审 他真是冤枉的 赵姐啊 你也是一老干部了 不过你放心 他要是真的是无辜的 我们一定放人 但是 就算他真的不知情 但是地点 必定是他提供的 他也有一定的责任在里头 只不过责任不大 交点罚款 你就可以把人领走了 陈局 那就拜托你了 你真是丈母娘疼女婿啊 哪儿啊 我呀也是为了亚童 走吧 文昊 妈 开车 看完的合同怎么样了 有我出手 你还不放心啊 站住 妈 阿姨 方婷 你跟我说实话 你为什么要害我闺女 阿姨您在说什么呀 我说什么你心里太清楚了 你凭什么拿我女儿的病历付临件 给大明看 现在大明要跟欣妖离婚了 你按着什么心啊你 妈你别闹了 赶紧回去 阿姨您到底在说什么 我不大清楚 看你长得人模狗样的 谁会勾别人的老公呢你 阿姨你先回去 阿姨您在说什么呀 我在说什么 你干的缺德事你不知道啊 你学什么不好学做别人的小三 臭不要脸的狐狸精 妈你胡说什么呢 阿姨你把话说清楚了 谁是狐狸精啊 我说清楚了 你干了缺德事你就是狐狸精 狐狸精狐狸精 狐狸精狐狸精 阿姨 阿姨 你要对你自己说过的话负责任 你女儿自己的婚姻出了问题 你应该去找她自身的问题 没错是我敷衍了命令 那是因为我从来都不知道一个女人 她可以假装怀孕 然后亲为她自己的老公 我有什么错误啊 是吗 妈你别闹了行不行 大明 你向着谁呢你 你向着她还是向着我呀 你是因为这个狐狸精 要跟我们家星瑶离婚是吗 我白疼你了大明 我跟蒋星瑶走到今天这一步 是因为什么 还不是因为你 蒋星瑶 你在中间挑拨离间无事生非 我跟蒋星瑶本来好好的 还不是因为你我们俩才走到今天这一步 蒋星瑶的事是你出的主意吗 我还没找你算责你 你能不能抱我一条生落马 我求你了行不行 不然我可对你 你对我怎么着 对我不客气是吧 来呀你个臭小子 你来呀你 想走 阿姨 没那么容易 阿姨 阿姨你疯了 你放开我 确实疯了我 方婷 你没事吧 方婷 方婷 你给我记住了 我不会放过你的 妈 你疯了吗你 闹给我没有 大明啊大明 我是真没想到 我爸先要辛辛苦苦地养这么大 交到你手上 你给我保证了 你不欺负她的 你现在在外面高小子 你是人吗 我白疼你 妈 你还一个完没完 我没完 今天要是不说清楚 我就是没完 妈 你是不是还嫌不够丢人 有事咱不能回家说吗 不嫌丢人 大家都听见了啊 这是我女婿她在外面高小子 是我丢人还是太丢人啊 妈 我答应你 我跟你说清楚行吗 你先回去 回去我跟你说清楚 妈 我先回去晚上等着你 你别不回来 你个王八蛋 我绝不相信 这一定是误会 行了行了 你别再多说了 也别替她辩解了 我一会儿都清楚了 请进 许总 关总 找我们 刚才楼下怎么回事啊 啊 堵着公司的门口闹 一点都不注意影响 连大老板都惊动了 打电话问我们销售部怎么回事 弄得我都没 没法跟他说 对不起 对不起 大明儿 到底什么情况啊 不是误会 误会 什么误会啊 方婷 你说 到底怎么回事 大明儿 刚才真是你怨母吗 是 到底怎么回事啊 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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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 正和我老婆闹离婚呢 我幼母以为 我跟方婷有事 所以就来闹 那你们俩 我们俩真没事 我们俩清清白白的 真没什么事 无风不起浪 大明儿 自从你到公司以后 就经常因为家里的事情 无形工作 现在呢 又闹出这样的事情 弄得影响很恶劣吗 我告诉你 你必须尽快解决 关总 我相信大明儿 更相信方婷 大明啊 你家里的事情 你回家关起门来自己解决 你不要因为家里的事情 影响工作嘛 否则的话 那我也保不了你啊 这样 你放假回家 把家里的事情解决了 再来上班 你如果再因为家里的事情 影响工作 给公司造成负面的影响 你后果自负 是 方婷 你没事吧 要不要休息几点 我不用 我对方婷的人品啊 是很有信心的 大明儿 你必须尽快把家里的事情解决 你 你们先出去吧 对不起 没麻烦 你看看这个大明儿 我 你怎么连你自己家里的事情 都解决不了 我凭什么跟你受这样的委屈 你怎么连你自己家里的事情 都解决不了 我凭什么跟你受这样的委屈 大明儿 回来了 吃饭了吗 给你坐 你妈呢 我妈 我妈 我妈这几天一直早出晚归的 我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你是真不知道 还是假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我妈是不是出事了 你妈能出什么事啊 你妈好着呢 你妈今天到我公司门口大喊大叫的 还抽了人家方婷一耳光 我 我真的不知道 我要知道我能让她去吗 行 我给你跪下来吧 我给你和你妈跪下来行吗 别这样行不行 想做我够来的痛快的行不行 你干吗呢这是 求你了行不行 醒来 我都说了我真的不知道 我要知道我能让她找你闹吗 你别再演了 你和你妈心里就认定我跟方婷有事了 对吧 那你确实是因为她跟我分居了呀 我是跟她因为跟你分居的吗 你好好想想 是你把我从屋里轰出来的 您可倒好 您高兴了想怎么着又怎么着 对我招之急来会之急去的 我是什么呀 我什么时候这么对你呢 我是你奴隶呀 你现在怎么这么想我呀 那我该怎么想你 你不跟你妈说方婷的事 你妈知道方婷是谁吗 你妈能去公司作她吗 你妈这段时间照着你怀孕 根本刺你胎上后子 对我挥之接来挥之急去的 你呢 你明知道你假怀孕还瞒着我 你暗得什么心呀 这跟方婷有什么关系 你都说了跟她没关系了 那她打什么小报告啊 人家告诉我实话 人家错了吗 你骗我你还有理了 你们被警察事情的真相了吗 人家离心跟我打电话说她孩子掉了 我这心里难受着呢 方婷误会了 才说漏嘴了 人家价格就没说你的事 小西洋你就作吧 你倒是把我工作作丢了 你就说不了你就 大明 真的啊 你和你妈非要把脏费往我的忙口 那我就接着 我现在就去追方婷去 你说什么呢 我说我要和你离婚 这都是你和你妈把我逼的 按照您的要求呢 我们已经调查过离家的背景了 这离心和她父亲的财产 还真是有些牵连 但是根据新的婚姻法 你是没有资格分这份财产的 如果你要坚持这么打官司 闹离婚的话 我认为直接打赛养费的数目 这个数目会更高 那什么是我非要这么打这场官司啊 是这样啊 我们就是曾经接受过很多的 这个离婚案子 相当多的女当事人啊 她的本意并不想离婚 只是借这个打官司闹离婚 就是闹这么一下 她的目的呢 还是想把这个婚姻啊挽回 这一点请你放心 我们俩的婚姻是不可能挽回的 而且谁都不想挽回 现在就看你的本事了 还有离心根本就不接我电话 所以我想还是请你 替我冲面吧 这个没问题 这样吧 那接下来我就帮你全全处理了 带偷偷 我出去了啊 妈 宝宝 宝宝 这么晚了你还出去啊 去啊 有点事想跟你说说 把你有话就快说我还有事呢 你说我能有什么事 不还是你跟小凡离婚的事吗 怎么样了 她找过我了 那她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你知道我多着急 我心里难受啊 没什么好说的 我没答应她 你为什么没答应呢 她那根本就是一份狗屁不平等条约 她都提什么具体条件了 没有条件 直接要钱五百万 五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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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精神损失费 你让她赔你精神损失费 还有青春损失费 让她赔你精神损失费 可不可笑你说 所以我能答应吗 太可笑了 她以为她是谁啊 五百万啊 我们去黛玉都娶回来了 我去开门 您好 请问这是黎欣先生家吗 我就是 我是黎欣先生的妈妈 请问你有什么事情啊 您好 黎太太 我是张晓凡女士的律师 我叫安健 这是我的名片 小凡的律师 是的 黎太太 我们能借一步屋里边说话吗 我们家还没请律师呢 他们家就先请了 够着急的呀 黎太太 讽刺和发挥合话先不要说了 咱们言归正传吧 请坐 说吧 我洗耳恭听 是这样 黎欣先生不接我当事人的电话 所以我的当事人就全权委托我处理此事 因为我的当事人告诉我 白天黎欣先生一般起不来 他要晚点的话 他很可能已经出门潇洒去了 这也就是我今天晚上冒昧登门的原因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几点起几点出门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这位先生 我请问一下 您是律师 还是侦探 我请你不要在这儿套我们家的事可以吗 而且我正式通知你 我没有任何话想跟你说 如果你实在想说的话 可以 请跟我们家律师去说 今天我来到这儿也没有什么想说的 我只是代表我当事人送离婚协议书 给黎欣先生 你告诉他 这份离婚协议我是不会接受的 接不接受呢 那是你们的事 我只是负责把它送过来 对了 名片上有我的电话 如果有事情的话 请随时打电话和我联系 我就不打扰了 再见 你回去告诉张小凡 我就是不跟他离婚 我就跟他耗着 看怎么谁耗得我谁 耗着耗着 耗着有什么用啊 我早说了 这门不当后不对就是麻烦 什么人哪 我们家还没有提出离婚 他们家就提了 他们以为他们是谁啊 还把合同 合同都送过来了 妈妈你别着急 不就是找律师吗 他们找律师 我们也找律师 就让律师之间去搞的这个破事 我们根本就不用操心 把电话给我拿过 我给你爸他们公司法律顾问 家里是打电话 你在家呢 妈 你去哪儿了 我和几个老乡出去吃饭去了 我问您白天去哪儿了 白天我没去呢 您没去大明公司啊 您没打方婷啊 没骂大明啊 我骂他是便宜了他 我还想抽他呢 王明轩那小子 那混蛋 他还向着方婷说我是疯子 太不像话了他 妈 您到底想怎么样啊 这方婷不是把咱们那个 怀孕的事给泄露了吗 我找他出气呢 您是不是觉得假怀孕这事 咱们有理啊 咱们现在赔礼道歉都来不及呢 咱们赔礼道歉 王明轩都不一定接受呢 您可好 到他公司给他这么大一个难堪 还动手打方婷 您觉得我跟大明还有可能和好吗 我好不容易求大明跟我谈了最后一次 是我以死相逼 他才有一点点妥协 才说重新考虑我们的婚姻 您可好 等您这么一折腾还有什么用啊 你早说了呀 你早告诉我就不去了呀 我早点晚点告诉你有什么用啊 您就是找他 您也找个没人的地方啊 你要找方婷是不是应该私下找啊 为什么非堵他公司门口大闹啊 王明轩是个要面子的人 现在全公司都知道了他还怎么去上班啊 要不这样 我再去找大明谈谈去 您觉得他还愿意跟您谈吗 那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意思就是过不下去了不用谈了 谁说的呀 谁说的呀 你不能离婚啊 我跟你说你妈是过来人 这离婚以后的日子可没法过了 你在北京没房没车 无依无靠又没有工作 你要是能跟大明过 你就尽量跟大明过下去吧 那是我想过就能过的吗 那你把这事交给我 我说什么也不能让大明跟你离婚 我还敢交给你呀 你别捣乱了行吗 我捣乱我捣什么乱了我 是 我知道你想向着我护着我我都明白 但是你别把你婚姻出的那些问题 都扣在我头上行吗 我跟王明轩的婚姻跟您的我爸不一样 我听没听你的 我听你的了我什么都听你的了 我管着王明轩采取高压政策 结果呢 结果就是物极必反 对 我怀孕这段时间 我假怀孕这段时间 您一直在这陪着我照顾我 我谢谢您妈 可是你老说出什么事 让我给你打电话 你给我出主意 让我一定听你的 你出的都是好主意吗 你那主意都是对的吗 就说假怀孕这事吧 我刚知道的时候是不是想告诉大明 可你就是不让我告诉他 最后他是从哪儿知道的呀 他是从方婷那儿知道的 方婷是谁啊 方婷是你外人 他是从一外人嘴里面知道的 他还能相信我们 他还能原谅我们 他肯定觉得我是个骗子 闺女 都怨我 都怪我 我 我 这不是怕你那婚姻出问题 我才 我才想帮你 没想到 帮错了 帮了一个倒忙 对不起 算了 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也可以不听你的 不 不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不愧 都是我害了你 我错了 妈 你怎么了 对不起 你是不是笑喘犯了 快快倒霉水水 我去打电话 我去打电话 你怎么没坐电梯啊 锻炼身体一步 好 没有了 通知各部官经理和主管 一个小时以后到办公室开会 好的 那个李总 江律师一早就来了 在办公室等您 李总 江律师 坐坐坐 有事啊 昨天晚上 李太太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家没 所以我过来问问您 李欣是不是真的要离婚呢 我刚出差回来还不太清楚 要不您回来再问一问 反正离婚是很麻烦的 能不离尽量不离 老话不说得好吗 宁差十多妙 不回一门亲呢 是啊是啊 等我回去了解了解情况再说 那好 李总 没什么事我先回去了 好 那你辛苦了江律师 没事 再见啊 李总 好 我不送你了啊 姐姐 江美 你岂有此理 我跟你说了 家丑不可万扬 那我得现在公司法律顾问都知道了 公司上向向向沸沸扬扬 我这面子往哪儿搁 我在公司 好了好了好了 我不说了 回去再说 好了 康安的合同如果是这个数字签的话 我认为太不划算了 我认为太不划算了 我们的利润太低了 费时费力 对吧 我觉着 快走了 喂 大明 你快来趟医院吧 怎么了 我妈住院了 我妈住院了 小金瑶 咱别这么玩行不行 我开会呢 我没骗你是真的 你妈昨天跑我公司来闹 那精神头生龙活虎的 这一晚上就住院了谁信啊 你让我当傻子呢 王明轩你 我告诉你小金瑶 今后你们母女俩再耍什么花样 我再也不会信了 听明白了吗 我说哪儿了 我觉得 住院这种事情 应该不会瞎说的 康安的合同有两种方案 第一种就是压缩时间 把我们的成本抬高 第二种 肚子 喂 爸 是我 小樱 有事吗 爸 我妈住院了 在哪个医院啊 家园院呢 那个 你别着急 我们马上过去看看你啊 谢谢爸 谁呀 怎么回事 周慧文住院了 他住院 你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你看你这话说的 毕竟咱们还是亲家嘛 他干的一事 是亲家干的吗 是人都住院了 你就别说这个了 是真住院还是假住院啊 我现在算是啊 彻底不相信他们娘俩了 这种事 他不应该说假话吧 那行 那要去啊你去 我是不去 行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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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梅啊 你办什么事怎么不动动脑子呢 啊 离婚这种事情 怎么能跟老江去说呢 我当时真的是给气糊涂了 要不你问宝宝 你看张小凡那律师有多狂啊 那么至高气啊 好像谁请不起律师是 这不是请得起请不起 咱们请谁都能请得起 但是别跟江律师去说 他是我们公司的法律顾问 你跟他说了 不等于昭告天下吗 我们公司上上下下这么多人 都知道我离公动 这个儿子闪婚啊 又离婚 孙子没了 还弄到法院去打官司 多丢人呐 多数人在看咱们的笑话 是 是我不好 我 我当时气懵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真的要离啊 爸 不是我要离 是他要跟我离 终于走到这一步了 反正这事不怪我们宝宝 不怪他怪谁 就是不赖宝宝 小凡什么条件 你自己看吧 他要五百万 我想过了 反正我没什么钱 除了几张卡和那辆车 他想要就给他办 你怎么没钱啊 爸爸妈妈 能不给你准备财产吗 这 这 于 于北什么 什么财产 我 我怎么不知道啊 你爸 专门给你买了两套房子 而且还给你存了 一大笔死期存款 在你名下还有房有车 还有你大公司的股份呢 我有这么多钱呢 我怕我将来死了 你小子饿死 提前给你一位的 爸 你这话说的 小凡要是知道这些 恐怕还得多药 那可不是 那 那我就更不能答应了 老黎 这可是大事 你得做主 咱们请一个 专门打理棍官司的律师吧 都怪妈 妈 都说我不好 你别说话了 你好好休息吧 是我说话前考虑 我不应该跟你顶嘴 妈 你别吓唬我 行不行啊 行了 孩子 别自责了 都过去了啊 爸 爸 亲家 亲家 你别动 别动 没事吧 医生说还要留院观察几天 亲家 你先好好休息 孩子的事咱慢慢再聊 都怪我 是我太冲动了 不说了 先不说了 二十三床 两血压了 欣雅 处理一下 给大明打电话了吗 他不行 回头他回家 我跟他说吧 唉 爸 특偃 那 我妈那儿 没事 你 你先照顾好你妈吧 Спасибо 先 Clear 불èn